這是Azure Data的課程 第二項是Data概念 核心Data的概念 接著是做Data有關的工作項目 其實是分幾種 接著是Recap Relational Data 有關聯性的Data 非關聯性的數據 但這個名字是差勁的 不是關聯性的 是分兩類數據 Data Base 通常是Relational 但有其他的 接著是怎樣做數據分析的概念 在甚麼條例 這個模組會是看Data概念 接著是認認Data 如何儲存 有關聯性和沒有關聯性 數據也有不同的類型 或者不同的work load 即使用方法 你想怎樣使用 數據分析不同的work load 我們經常說 接著是Bad Shop 甚麼是Streaming Data 串流數據 以及體量數據 第一項 其實數據來說 最小單位的數據 永遠都是事實 例如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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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似結構型數據 然後是Same Researcher 即是有些結構 但又不是很大 其實是很大的Same Researcher 這些是非結構 因為非結構 是最容易分析的 任何東西 你不可以用筆子抄出來 基本上這個肯定是 你不可以用筆子抄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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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些是非結構 其實這兩個是比較 有時候要想一想 這兩個是怎樣分析 我們要逐一看 我們要逐一看 其實傳統來說 如果說Database 我們有兩類的processing 第一類 其實我們現在才會說 OLA Transactional 即是有T字 Transactional Process 為何我叫A字 其實是分析 就是analytical 其實我們要留意T還是A 如果是Transactional 其實就是最普遍 日常 即是你生活上 你用最多 你最常識上 你遇到的Database 通常都是Transactional 其實沒有東西 你買東西 馬上更新數據 你上學 Attendance 馬上更新數據 其實這些就是Transactional 即是不斷改 不斷改 但是其實有些時候 去到一些大公司 或者去到一些project 簡單來說 我出一張單 每個月就要做一個分析 其實就是 我想看看有多少人買東西 會有精大報告 那些精大報告 通常不會每天精 可能會貴到 每個月精 那些計算是很重要的 但是你在計算性 它又不會改數據付 你搞清楚 Transaction是會改數據付的 但是這個分析性質 其實它真的把數據分析出來 計算一下數 然後給你一個report 所以我分得清楚 這個我會改的 其實這個 主要都不會改 這個數據付 主要是計算一下數 做report 好了 接著呢 Transactional 其實是很普通的 就是 你一定會有一個條件 我經常說條件 很多時候 要確認 那個條件 不會花 簡單來說 我們有些constraint 例如我們有兩個table 訂單 訂單 有客人 通常會存在客人的ID 其實這些所謂constraint 也不會說 這裏有一個ID 即是你的單 不會有一個ID 但沒有那個客人 其實這些是其中的constraint 就是 確認我們沒有存在 接著 又是這裏 亦都是什麼 這類似的東西 但是如果你仔細一點 你當作recap 你當時讀的數據付過的項目 你應該要留意 這個ACID 即是ACID的宣誓 很多時候我們說 Transactional 的Workload 就要支援到 你的ACID的效果 才可以叫做 Transactional 例如ACID 就是ATOMICITY 永遠的東西 一齊改 一字一粒 改了一半 改了一半 然後跟你說 第二個 一個TEMS的Consistence 就是說 你真的做完一個Transaction 就確定 保存了 之後就沒有了 然後有Isolation 其實如果你倆走一齊 可以更新的數據付 但大家不是更新同一Role 你一Role 我又Role 其實它是獨立運作 Iso 即是隔開了 你又你做 我又我做 如果沒有東西撞 是會平衡做的 Dirability 最後還有一個Dirability 就是 只要你永遠是保存了數據付 要麼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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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它不會說 有些東西抄到一半 就行不行 要麼就行 要麼就是零和一 要麼就行 那時候我們會說 這個叫ACID 的效果 然後 通常 如果你說ACID 我們會寫 Transaction 即交易 交易很重要 其實如果你仔細細看 但如果你放大些螢幕看 你會看 那什麼是過數 過數的遊規則很簡單 有一個戶口 一個人加500元 可以嗎 這個 023人加500元 另一個戶口 過數 收錢那個 就加500元 加500元 就是500個人加錢 然後你再進入一個交易紀錄 你心想清楚 如果這裡走到一半斷線 那你又好笑 如果你走到一半斷線 這裡斷線 這個人就無緣無故 不見了500元 但這個人就收不到錢 你走到這裡 下面這位斷線 很幸運 不過就沒有交易多久 所以我們很多時候 會說交易 交易 什麼交易 就是這裡 就是剛才的ACID 要麼就整條數 可以嗎 這裡有幾個動作 要麼就全部都做完 一天一個都不要做 然後其實這個想法 就是你很多人都可以一起過數 即是你每封無量 一個人過數 其他人被改 那是避免 即是你可以互相 不干擾的情況下 可以過到數 那接著 Dirability 其實過了一定 入了數據庫 就不會有半條數 其實你也知道 Database 一定是一個 總之不會走到半斷線 其實他所有的說到尾都是我 要麼你都做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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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我覺得很最後 其實剛才已經說了 按多一下 應該會看清楚 就是這裡過數 就是講個數目 500萬 500萬 這樣過500萬 然後就結束了 剛才說的是Transactional 其實Transactional 在上個學期的數據庫 應該主要專注於Transactional 因為其實如果你做些application 做網站 做手機 等等 都是Transactional 但其實如果去到你真的上班 做些長工 其實你真的經常做 GEM report GEM report的Data 會多很多 我們當時做分析 做分析 有時候不是一個Source 可能有很多數據庫 有些來自雲端 有些來自其他系統 其他系統都會有Data 給你 Cales Forsa 就是CRM系統 那給你 其實你拌好之後 然後再存起它 然後再整理它 然後做些分析 其實所謂的分析 其實所謂的分析系統 就是大致 我們都說幾個動作 就是 收入 in-grat 即是吃進去 其實拌入 你要想一下 因為其實這要被動 你要進一些program 去寫這個Data 抽出來 抽出來 然後存起 但你記住 這些Data全部是RAW的 其實每個人都沒有關係 那你又要整理它 那它是processing 那你最後才可以做Data 的視覺化 可以看報告 其實可以看報告 其實數據有兩類動作 第一個叫批量的工作 其實很明顯是批批東西 一批東西就定時定後 一大堆Data就扔下去 這樣批批 其實第二隻就是實時串流 但是串流 大家應該經常都知道 有人說Live 其實是串流 串流 這個狀況是很正經的 其實你不停的 這樣倒進去DataBase 或者倒進去Storage 很多時候我們都會問 其實什麼時候要串流 什麼時候是Bash 其實看你的應用 如果你說我做一些叫做IoT 我看著會撞車 看數據會撞車 死了 你都不知道 你一定是串流 其實你會知道有些事情是怎樣做 但你要知道 其實它很歸紛上 除了實不實時之餘 但你知道什麼多不多 其實用的技術是不太多 差很遠的 接著就問 DataBase relational DataBase 其實是怎樣做 DataBase 死死方方 有Row有Column 第二 你什麼叫做 unstructurator 的概念 unstructurator 其實沒有結構 有結構 和半結構 和沒有結構 沒有結構 可以幻想的概念 就是用手寫出來 你怎樣用筆來寫照 可不可以畫畫 不可以畫畫 用001來表達 不可能 所以就是 聲音 影片 Sitco 是relational 這些都是relational 接著 有什麼是streaming 什麼是串流 你想想哪些是實時的 那些人說 每個月做一次 肯定不是 公司知道怎樣實時 其實實時是sensor 因為剛才說的最普遍 是製造車 製造Data上來 看看有沒有問題 其實就是streaming 好了 streaming data 好 接著我們會介紹一下 一些叫做job role 究竟 你做Data上的工作 有什麼身份 其實你的身份 有什麼工具 在Megosoft上 第一個 其實很多時候 人家傳統 傳統 以前經常見到 人家聘請Data Administrator 很多年了 為什麼 傳統來說 我們Data Base很簡單 有一個數據庫 有Data Base 你找人看著 要看著 bed up upgrade 上pash Data Base Management 你不bed up 到時不見到Data 怎麼搞 然後很多東西 設計是開門好心的學問 Data Base不要倒閉 譬如方問走得好 很多時候 HARDIS沒有位置 怎麼搞 換HARDIS 其實很多事情 其實很多 其實Data Base的 安全 有關 簡單來說 設定 標準 是Data Base 用途 管理 可以進入 哪一個人可以進去 然後剛才說 Data會不斷膨脹 會不斷膨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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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不斷 想想辦法 其實這個很專注 在數據庫 可以嗎 第二種人 其實現在 就多了 我剛才說沒有 可以嗎 Data Engineer 因為以前 不是很講話 什麼Data都會吃 現在就是大數據年代 其實什麼Data都會吃 什麼Data都會吃 其實有些Data的Pitline Pitline就是管道 批的管 就是一個層層 要分腳流程 就是用Raw Data 整個層層層的步驟 把Data整理它 然後再放進食堂的儲存位置 例如雲端上面 有不同的儲存 可能放在儲存帳戶 可能放在儲存帳戶 你喜歡怎樣怎樣 然後就是 跟它合作 因為其實你要做分析之前 Data如果是爛用的話 分析它會分不到 也是 我剛才說 Analysis process 其實是它做的事情 其實真的跟它合作 因為它要整理好資料 即是用Data Engine 會整理好資料 到Data Analyst 其實是一個比較分析卷 其實分析的人 在某程度上 的知識會比較強 他會比較熟悉統計學 淋淋淋淋淋 或者對商業的應用 他會很清晰 究竟老闆喜歡看什麼 我們又會將一些Inside 其實Inside 其實可以看到數據內 有什麼有用的東西 可以看出現象 然後又做Report 老闆就會定時定後 說我們要看Report 任何人會和我看數據 你這麼多數據 你給他一個Table 他會罵爆你 他會看Report 然後又會去Model Data 因為其實 有時候Machine Learning 或未必Machine Learning 其實我們Model 之後 就可以做一些自動化 或分析 做一些Alert 很多時候 我會做了一個視覺化和分析 都是他做的 因為這個是比較分析 即是比較分析 比較數學 統計學 用不同的工具 Database Administrator 有什麼用呢 其實在Cloud上面 就可以直接在Azhar Portal 用Azhar Data Studio 用Graphical Interface 就可以讓你管理你的數據庫 即是做數據庫的東西 這個是Web Base 所以可以看到Mac Game 但如果傳統一點 即是Microsoft底 其實你本身經常都會用 SQL Server Management Studio 我用了幾十年 其實這個就是 Graphical Interface 和專門做Database 就只在Windows 它的Tools 真的有很多 不過其實 一定是Microsoft的Database 因為SQL Server 是它的Database 然後如果你用Azhar Portal 也有些基本Operation 可以給你 和CLI 都可以給你基本Operation 即是做什麼Bed-up 那些是OK的 不過如果做一些很細節的東西 通常你都會被迫使用這個 那到Data Engineer 剛才所說 Data Engineer 就是做Pyline 即是做Data Process 即是如何收拾它 如何收拾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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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Azhar上面 Snapy Studio 其實是專門做Data Workflow 的Tools 用它 其實它在某程度上 你用這個工具 用它去收拾Data 其實這個SQL Server Management Studio 也是它都會用的東西 其實你收拾Data 其實你還是要整個SQL 應該要 所以你也是這樣做 那一條也是幫到它 因為其實有些 Automation 林林森森 Creative resources 它都需要用Azhar的Portal 或者CLA 分析那個其實是高級 你見到它不太做低層次 Data Base它不會管 它又不會想Data 0.1 做些分析 做report的工具 Desktop版 Desktop版 其實是Powerful Desktop版 很厲害 其實你可以用它 也會用Azhar的Snapy Studio 去管理這些Data 如果你有Web版 也可以 其實你有Web版 Bottle版 Service版 一種可以改變 差不多 一種Desktop版 因為其實你Web版 其實你可以做好 report可以share 在你網上看 可以share 可以share 我們不能share 可以sh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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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BA DBA 很剛才說過 Database Administrator 其實你做一些管理數據 部有關 Database 是analyst Data quality 是中間 做Pilot Data engine 這裏 就是restore backup Resualization reporting 可以幫你 我剛才說過 Power BI Business Intelligent 商業智能 最後 最後 是誰負責 Data 不是Data job role 其實我剛才說過 Data analysis 是分析的數據 系統 系統 不是Legal role 好 第三個 就是 concept 這些是recap 其實你讀過數據庫 你應該會知道 我們之前的講師說過 什麼是relational data 什麼是recap 什麼是table 什麼是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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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用錄 但是我們不太適用 因為錄 其實是變種 用sql 組成一個大領域的table 然後就是relational data 在ASHA 怎樣做 很多時候 問我現在可以做什麼 原來都可以 因為任何application 都可以用relational database 很多時候的問題 就是究竟它是否適合和performance 好不好 IoT 沒問題 你不斷放進去 有結構沒有結構 也有可能做到 可以嗎 兩樣都可以 接著 transitional 通常很高的可能性 用它 其實傳統的e-commerce 那些東西 全部是賣東西 其實 各個數位遊戲規則 就是Asset 其實transitional transitional 其實通常都是用Data Data warehouse 可以用 都可以用它 但其實當你做廠型分析的時候 通常都會換一些Data Base 去做一些比較適合多大數據的Data Base 其實Data 就很容易明白 relational 其實就是 你可以幻想一個四四方方的表 其實不太正常是Excel 很多時候我們都會當作Data Base 不過Excel就是沒有規矩 限制的column 所以其實不是好的數據庫 但有些人都會當作數據庫 其實Data就是一個表 其實就是四四方方 Role和Column 打橫叫做Role 打橫叫做Column 這裏一定不會有條長條短的 同樣的Column 即你不會突然多了兩粒 Column就是Fix這個形狀 Data Type 即是數字就是數字 也是文字就是文字 這裏也是電話號碼 夾死的模式 這就是很重要的 因為可以確定Data不要爛 用數據庫 就是不希望數據太Free 即是用Excel 如果你是否很慘 也會亂打 也會有電話號碼 接著我們就說 Entity 其實這裏是一個概念 我們通常就是 其實如果你真的寫Program 我們寫Object 我們寫OOP 寫Cast Cast Customer Customer 有ID 有ID 有名字 通常是OOP 我們就應該說 這裏是Object 但其實如果是定了Times 是同樣的 其實天下武功 都是出小粒 差不多的東西 但在不同的範疇 我們會叫不同的名字 有時我們會叫做Entity 即是點了數據庫 簡單來說 Cast 是一個Table 裡面Cast 的Object 就是Role Entity 其實每一個打橫的Item 其實就是一個概念上的東西 其實我們可以在建築物理上 看到一個東西 或者是虛擬一張單的東西 我們Entity之間 就有關聯性 例如Customer 可以用柯彈 的時候 它會穿來穿去 把Entity穿在一起 好了 我們有一個 通常我們叫做 一 即是Normalization 我經常說 一 即是歸一 其實有些人會這樣說 歸一 甚麼是歸一 即是查字典 Normal 不是正常化 簡稱 不是正常化 也更好 歸一 甚麼是歸一 問題就是 左邊有個Customer 右邊有個Customer 這樣就很麻煩 因為傳統的世界來說 現在又不會跟你說 HardD視 很容易爆 因為HardD視是便宜的 但以前很貴 你這樣儲物 兩邊的儲物 甚至連Storage不夠 HardD視 很快會爆 而且會慢 可以嗎 Data越多越慢 所以怎樣快點 推快點速度 其實ReviewStorage 很重要 這個Dubrication 很麻煩 第二個問題就是 達到Data Quality 很容易 Data Quality有問題 因為很多時候 改了Customer名字 也要改名字 這裏沒有改 那就難了 我剛才用數據庫 的重點 就是不希望有Dubrication 可以嗎 可以嗎 所以我們做一做就很簡單 我們永遠就用一個關聯 即是關系的玩法 就是這裏有一個ID 如果你想和它有關係 你不是儲一個人名 你要一個ID 那你就用一些ID 去把東西穿起來 我們很多時候 就說了一個歸一化 就是用Mobilize 歸一的數據庫 其實我們就玩一些 主要時 Primary 即是主時 然後我們就叫做Foreignity 愛時 即是旁邊外國人 通常是外面的鎖匙 那你就想要用這個主時 可以嗎 這個主時 就是這些號碟 就是用這些鎖匙的關係 要保證它沒有錯 可以嗎 你不會在這裏 出現了一個Customer 在一個order 他意爆 沒有這個客戶 那他死監 那他不可能會生 那些Data 也沒有了Dubrication 可以嗎 因為剛才做了第三個Normal Form 就可以做到這樣的效果 就要一些ID 正常程式 做第三個Normal 用什麼用的步驟 拿到Data 我們是Joy Table 可以嗎 例如我想拿回一個 整張單 想看一看客戶的名稱 就載過去 Joy Table 很多時候就問 喂 數據庫 很大的 其實呢 你的Hardisi是很慢的東西 那麼快一點點 如果你說不安 我想拿到最後一個Record 那如果我打電話 就能找到 我們很多時候就會做一個 叫做索印 加一條Index 加一條Index 加一條索印 加一條索印 其實如果你們讀大學 就會讀什麼叫索印 因為索印很容易明白 就是 找東西快一點 用索印來 如果你看書 你留意一下 我書 我想找哪一本 我看電腦書 哪一本 Database 其實就是 顯版書 去到尾巴 你找一條索印 索印就會把DataBase 然後DataBase 就是它就不看電腦書 那其實索印就是同一件事 就是 你在索印找東西 它就不用掃描 因為這個掃描 就能打直數 如果你不看索印 它就能打直數 但現在下了索印 其實它會暗咬的 靜靜雞幫你掃描 我做了索印 就是customer ID 和V像 一批 其實它會走得快很多 就不用掃描 那你就會發現 加索印 就可以讀得快一點 拿Data好一點 也可以減少 就是我掃描 就是我掃描 DataBase 亦都這樣說 用了索印後 加入會快一點 但這個問題很難用 因為索印會成為 CPU 如果不是經常搜尋 你不會加索印 但如果經常搜尋 例如這裡 這兩個東西 有經常找客戶的資料 它就加入索印 其實它就可以在 一批 Customer和V像 索印找資料 它就不可以在這邊炒 然後有一些問題 就是 有時候我們經常都加入DataBase 你會發現 我經常都要加入DataBase 一天就要加入DataBase 我本來寫Program 就不可以 想想 每次寫Program 打完這段 上面加入DataBase 加入DataBase 加入DataBase 才可以再加入DataBase 那其實就很煩 所以這個Case 就是做一個虛擬 View 可以當作虛擬Table 虛擬Table 叫作動態 Table 其實它永遠 其實是暗牙底 它是和Case 組成的 那這個View 就可以讓你做一些 read的動作 但是聽著它 read 不可以 因為 你威風的威風很搞笑 但如果不支援 你威風的時候 其實這個是假的Table 你經常要點insert 或者你點update 你update 其實很多時候 都不會支援 但是View 就可以幫你 簡化你的Case 如果你是gen report 那些人經常會看這些 我經常會看這些 我經常會看這些 我以後都不用教 然後是knowledge check 就問 DataBase Relational 有什麼特別 不是文字槽 不關事 可以准序 可能一條長條短 不可以的 那是Roll和Table 那什麼是索印呢 索印就是 不是Virtual Table 其實就是虛擬Table 其實就是View 然後就是Virtual Column 其實就是Table 但是索印有的規則 就讓你可以解釋資料很快 好 接著就到第四個位置 第四個是Concept Non-Relational Database 其實Non-Relational 就是非Relational 就是Non-Relational 有另一類 另一類的 一不是Relational 就是距離 好 其實這個個案是 如何定義Data 先來介紹一下 叫做No SQL Non-Relational Database 因為 你Relational的DataBase 其實又可以另一個 Filter法 你寫到SQL 其實就是relational 你寫不到SQL 就是Standard SQL 或Standard SQL 其實就已經是relational 所以我經常說 No SQL Database 其實就不是沒有SQL 而是 它根本就是 它不是四地方方 它不可以用SQL 其實很多時候 這些Data都是Non-Relational 其實是比較正常的 其實有時候 你不可以鎖死別人 簡單來說 這是一個 我的客戶 你電話 我沒有手提 或者這麼說 我多了公司電話 你可以給它 條長條短 但這裡只有 學企 只有Mobile 地址 地址 我可以分幾折 你又鎖死我 我第一間屋 其實問題就是 你可以很Free 這些Data 其實很多時候 這些是Json 類似Json 有些Json以外的東西 很多時候 JavaScript 是這些 很Free 它好像有些形狀 但你看看 其實它又有些形狀 但是它很自然會Free 其實這個Case就是 我不管 總之你整個Data 放在一堆 其實有時候 很多Feel 可以不一樣 但通常一兩個Feel 是Key 它就會給你一樣 其實可以條長條短 但relational 四四方 沒有條長條短 通常的Feel 都是有Label 例如你讀電話 例如在Telephone 你可以讀它 Loop它 Loop到HOME Loop到Business 你一樣 Loop它 其實這些Feel 就可以這樣 去找些資料 其實Loop的DataBase 是多的 因為其實 Free的Data 比較方便 這些半結構的數據 例如IoT 其實很小顆很多 適合用這些Loop 其實有些東西 insert得很快 就不適合用這些DataBase 寫得不夠快 這些寫得很快的數據庫 其實有些Retainer 你真的想保持很多Record 你都會選擇這些Loop 可以用Retainer的方法去做 快的打機 剛才說的 很多Streamer 在Social Media 狂打機 Latency 要超快 不可以慢的東西 你不會用Retainer的 可以不可以 就頂不得 內Base上路很頂得 那手機 例如Kickstream Kickstream 厲害了 你的手指按下 全部錄下 然後坐起它 你想想 全地均後抗禁 打機 狂錯 全部錄下 其實也是這些 這個Semi-Structured Data 有哪些Defination 有哪些Format 但是Json 是最主要的 寫開Program 會用Json Java Script 其實全部是Json 或者最主要的Data Format 可以寫來寫來寫去 都是Json 然後又叫做 ROR 這隻 其實是壓縮的Data Format 其實它很有趣 如果它有Header 它用Json 接著 所有餡料 其實就變成二進制 Binary 因為這個就是ROR 那種String 全部是G 用肉眼看不到 因為它只用Header 裡面全部是Binary 用Binary Format 會壓得很多 其實是做BigData 然後 還有一些Effective 因為 如果你想要報告 可以做些數據分析 其實很少橫數 很少整個Data 通常是假值 例如我想看看總收入有多少 那你就打直心 你不會橫 如果Data Format 是打直儲 就會好很多 那 ORC 和Program 其實Program 都是一些打直儲 的Column Data Format 就是平日DataBase 用Data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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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打直儲 就打直衝進去 那你變成 VData 就快很多 我少很多 其實非記購數據 是多不多 特罪 剛才就是半結構 非記購 其實非常多 因為現在你在玩的影片 聲音 相片 全部都是這些 很多時候 你抽出來的時候 你會發現 就是 要去搜尋 那 Combine Machine TataService 去分析 其實你要知道 其實他上來 就要找一些AI 幫你抽 抽一些相片 或是抽字幕 也就是他 其實現在有輕用AI 要處理這些數據 那我用了些什麼 NoSQL 的技術 其實大分類 聽著大分類 就是很多 非常多 因為其實很多地方可以用 那我最喜歡問 其中一個 是KeyValue Pair KeyValue Pair 是什麼呢 就是字典 就是你寫Program 的Python 有一個Dictionary 或者叫Hash 就寫Hash Table 全部都是說KeyValue 就是有個值 後面有抽東西 就是有一個鎖匙 你用簡單一點 就是KeyValue 我用一個學生編號 然後找一個學生 其實那些 例如Primary Key 但是Primary Key 跟這個不同 Primary Key 其實是Roc死了長長短短 但是這裡 Value很有彈性 就是Key後面 條長短短 全部都不理 總之你給我一個Key 第二個玩法 就是Document Document Based 因為其中一個最著名的MongoDB 其實這個 其實這個 其實它暗壓下數據庫 它不是說Row 它真的有一個file 這樣存在 很多文Document 就是很多Jsonfile 存在下鐵士道 然後它又加一些索引 做到很有效率 去存在大量的小file 然後就是 Columnize Family 有半份數據庫 是打直存的 其實你沒事的 就是它Optimize 你做Report 因為剛才說 打直存的數據庫 分析東西快很多 因為大部分的分析 是打直存 很少打橫做的 然後還有一種很普遍 就是Social Media 那些 用Graph數據庫 就是圖表數據庫 圖表數據庫 就是Facebook的 就是用這些 因為你經常計算一下 Fans 喜歡什麼 用圖表數據庫 看看圖 其實很多東西都適合 其實問題是 如果你發現一些Joy Table 要Joy得很行 其實是不可行的 因為SQL的設計 不是讓你狂Joy 如果你Joy得很行 例如我想做一些關聯性 用圖畫出來 例如什麼親子關係 員工、老闆、Department 其實你用圖表 表達它 其實數據庫 就像這張圖一樣 它就好玩 好像被它滾 像是跳舞一樣 然後線到處滾 計算一下 有什麼分別 就抽到這張圖 那很多時候 為何採取Data Base 就是做分析 因為最流行的 就是Facebook 做Social Media Analysis 然後再更新一些 改一個Note 就會全世界改善 就是藍沙沙沙 Model很符合 它不會限制你 有什麼關聯性 你不會限制你 有什麼關聯性 就是圖 其實Data Requirements 怎麼轉都能夠 因為其實 Relational Data Base 鎖死了長長短短 其實不可以 Voranky 有什麼轉換 這些是可以被你狂改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做一些Hurry Radical 就是一層層 一層層 一層層 有面子 有表 就是圖 都是距離 第一個 然後是哪些是 non-minational database 我介紹一下 其實就是Microsoft 就是CosmoDB 然後就是 有什麼特性 就是non-minational database 其實就是 第一樣東西就是 schema 很 free 可以調長調短 Fixed 不是 然後不用 Normalize 沒有一字說 這個概念 因為non-minational 其實有它 它是無所謂的 只要走 因為它沒有再 然後 我們在Bubble 一個sense map 做Data 遊戲規則就是 我有些ID 就是 Building number 或者 什麼 我現在超過 100個冷氣機 想用冷氣機的Data 保持住 它不是保持不到 而是想保持現在的運動 那就最簡單 用冷氣機的ID 現在記到 Key Value Storage 最方便 好了 現在到最後 其實就是 Explore Data Analyst Explore Data Analyst 其實遊戲規則就是 你需要 ingress data 即是收入 如何做resource 先看它 如何做分析 現在第一樣 就是 我們要看的 就是 究竟 第一個玩法就是 你有很多Data 你要收入 ingress ingress 其實是RAW Data RAW Data 就不是很方便 因為其實 可能這裡的格式 全部不同 或者這樣說 你全部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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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就是 整理好 其實很多時候 這些Data 可能有垃圾 例如 這些Data 會破壞 可能有些Data 可能有些Data 可能你會看到 有些ID 我想轉回Customer的名字 你就可以加入Data 然後還有很多Transformation 射入你 是一個秒數 即是給你秒數 你想要分析 日月鏈 那就可以Transform Transform 就是JAM Report Processing 通常我們有甚麼工具呢 其實如果你想 少量Data 不斷地做 我們就會用 Asia Function 因為其實它 即時做一做 OK 然後 然後 就是 如果你真的 是Big Data 你就用Data Brack Data Brack 其實就是一個大數據的技術 這叫Spark 用Spark 去做 然後 我們就會用 其實你想做Processing 可以用AI 因為其實遊戲規則 就是 就是 其實你問 我想看看情緒 有些人進去 有些人進去 說錯 會吞拾物 拿得很金 那就看看 然後 還有其他東西 其實都是用來 收拾物 收拾物 好 其實有 傳統模式 我們是做ETL 的 ETL 甚麼是ETL 就是抽些Later TRACK 是解抽的 先抽些Later 然後 Transform 收拾物 然後再收拾 傳統我們通常做ETL 簡單一點 如果這裏有些個人資料 我想拔掉它 因為我做report 不想人家看到 OK 拔掉它 這樣就會是ETL 這是很搞笑的 現在就流行ELT 甚麼是ELT 就是 你也要Extract 因為這裏可能是一個Folder 或Filesystem 然後 先拌進去 先拌入Stage 然後Transform 就是最後出街前 因為這樣 其實彈性會大一點 因為如果進入Transform 其實這裏沒有彈性 讓你想怎樣做 這裏也有時候是ELT 因為保持著Wall Data 要用的時候 才能把它拔掉 最後就是BI Tools 其實Power BI 就是一個很好用的工具 可以幫你GEN Report 接著我們就可以 接著我們可以 就說 你收拾了之後 有些report 然後就做很多圖 做些分析 然後 然後 就 resualization 很多 因為其實你用resualization 你會說 你會選擇 上上落落 bar chart 有很多不同的分析 heat map 很有趣的環值 然後再 三個Dimension 用粒點 大粒點 做人類出表 然後我們會說 Data Analyst 的概念 第一個就是Descriptive 形容一些數據 Descriptive 沒有分析 例如你剛才不是破圖 上上落落 然後 然後 只得知 上上落落 圖 Descriptive 第二個就是Diagnostic 醫生要看原因 Diagnostic 其實是想看看 究竟 你會看到 他一直跌 那為什麼跌 你會看有沒有其他 Variable 令他跌 可以嗎 然後 再進步 即是不停地進步 再進步 就是Predictive Predictive 就是預先未來 預計未來 你預計未來 其實就是Predictive 其實就是看一將來發生什麼事 其實這些已經涉強了一些 Machine Learning 即是機械學習的方法去做 幫你整個模型去猜 其實猜 猜 也很慘 你猜到有什麼將來發生 我將來計算到 那部機器會壞 可以嗎 我現在用Forecouncil 我的電腦會不會壞 但是它壞 你知道它壞 你又沒有辦法處理 可不可以令它不壞 可不可以 你猜得到Predictive 其實應該問問 可不可以進去Pescriptive 再進步一點 我的Forecouncil的機器會壞 我可不可以 再猜到機械模型 再猜到它為何會壞 去避免它壞 即是原來我的Hard Disk 我的火鴨就是燒 我猜到它 那我猜到它 會換火牛 讓它不要壞 所以它的優惠規章 就是這個就是猜到將來 但這個其實想 如果猜到將來 之後 就嘗試找一個原因 去避免問題發生 然後再進步 就是Quantitative Quantitative是最厲害的 其實很多時候叫做認知 就是認知科學 Quantitative science Quantitative其實就是 可以進入一個層次 其實這裏方向它 給了一些東西 其實這裏 就直接幫你用一些 AI 淋淋淋淋淋淋 去搞一大論 整個故事 寫出來給你解釋 這個就是最厲害 好了 最後就是 Data Suck in Grants 就是Captive Data 就是Captive Data 進去 接著就 contribute到 Key 他問了個別數 哪些結果好 Key Influor 其實就是 一個Display上 的 就是這個 這個 有的 接著問問 那些 其實只是說一說 究竟之前發生了什麼事 聽完究竟之前發生了什麼事 其實究竟之前發生了什麼事 就是描述一些事情 不會想到原因 不會猜到將來 不會避免問題 不會避免問題 將來 好了 這篇章就結束了